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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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告诉老人说 你想骑吗 哈哈 现在骑不了了吧 因为我又在上面放了两把锁 所以啊 这个老人和这个偷车的人都很厉害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笑话解读 笑话老人丢车 一老人丢车 这里的车是什么车 是汽车吗 公交车吗 还是自行车呢 对了 是自行车 那其实在中国呀 丢自行车是非常平常 非常常见的 很多的 常常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啊 很多人为了不让这个小偷 偷走自己的自行车呢 就需要买很多的锁 锁在自行车上 一老人丢车 丢啊 就是说你的车没有了 你的车不见了 你找不到了 那常常呢 是被这个小偷给偷走了 那你离开家的时候 你需要锁你的门 因为如果你不锁门 也许小偷会进来 把你家里的钱拿走哦 一老人丢车 当他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时 老人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哪里 老人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 那去过中国的朋友都知道啊 大部分的中国人呢 住在这个公寓楼里面 住在楼房里面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七层 那这个楼的最下面 这个第一层 或者是楼的外面 这个地方 我们叫楼下 那这个家里有汽车或者自行车的人呢 他们常常啊 会把这个车 汽车肯定是要放在楼下的 放到外面的 那自行车呢 有的人会放在楼下 如果你不害怕丢的话 那更多的人呢 会把自行车拿回家里 或者放在家的门口 当他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时 这里的将啊 就是把 你可以说 他把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 也可以说 他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 那将和把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将常常用在古代的汉语里面 所以啊 它是一个正式的 是你在这个读报纸啊 看新闻啊 或者读文章的时候会看见将 可是你说话的时候呢 你不用将 你说把就可以了 当他将什么放在楼下时 当他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时 所以这个自行车是新的吗 还是旧的呢 对了 自行车是新的 是刚刚买的 是新买的 当他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的时候 当他将新买的自行车放在楼下时 你可以说时 也可以说的时候 比如说 我16岁时 或者 我16岁的时候 他上了三把锁 他上了几把锁 他上了三把锁 这里的锁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放到你的自行车上 然后呢 别人不会骑你的自行车 那你的家的门上呢 也有一把或两把锁 你离开你的家的时候呢 你要锁门 你要给门上锁 这样子别人不会进去 那你的手机上呢 也有锁 那你的这个手机上的锁呀 常常是你的密码 12345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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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别人不会进到你的手机里 他上了三把锁 他上了几把锁 他上了三把锁 这里的把呀 就是锁的一个量词 一把锁 两把锁 三把锁 四把锁 五把锁 他上了三把锁 这里的上就是一个人做这个动作 把这个锁给上上了 所以你可以说上锁 他上了三把锁 那如果是你把这个锁打开 这个叫开锁 所以上锁和开锁 他上了三把锁 并夹了张纸 所以老人做了几件事情 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呢 对了 老人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上了三把锁 第二件事情是夹了张纸 所以这里的并啊 就是说 哎 做了一件事 又做了一件事 所以一共做了两件事 这个叫并 那你不可以用和 和只可以连接两个名词 像苹果和橘子 自行车和汽车 南京和上海 中文和英文 但是如果并呢 一定要连接两个句子 他上了三把锁 并夹了张纸 这里的夹呀 就是你把一个很小的东西 放到两个东西的中间 这个叫夹 比如说你把一片肉 可能是猪肉 可能是牛肉 可能是鸡肉夹到两块面包的中间 他上了三把锁 并夹了张纸 那这张纸上写什么呢 让你鸭头 这个如果你听到鸭啊 那就是北京人在说话 那如果北京人他很生气的时候呢 他会用这个鸭 这个鸭啊常常是放在你的后面 那你当然可以说让你偷 可是因为是北京人 而且他很生气 所以他说让你鸭偷 那这个让你偷 让你偷啊 它的意思不是真的 你去偷吧 我可以让你偷 这不是真的说 我想让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做这件事情 我不会生气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啊是说 哼 我不会让你做这件事情的 你想做这件事情是吗 哼 我不会让你做的 做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我不让你做 所以啊 老人是想让小偷 偷走他的自行车吗 不对 老人上了三把锁 所以老人的意思是 哼 你想偷我的自行车吗 我不让你偷 我就是不让你偷 我偏偏不让你偷 所以这个叫 让你偷 让你要偷 第二天 车没有丢 哦 所以有三把锁啊 他的车真的没有丢 可是怎么了呢 往下看 并多了两把锁和一张纸 并怎么了 并多了两把锁和一张纸 哦 所以现在自行车上有几把锁呢 对了 现在自行车上有三把锁 加两把锁 一共是五把锁 哇 自行车上有五把锁 还有一张纸 这张纸上 你觉得是谁写的东西呢 是老人写的吗 还是小偷写的 对了 是小偷写的 看看他给老人写了什么 他说 让你严 起 好 所以小偷 你觉得是哪里人呢 对了 是北京人 因为啊 他用了一个北京画里面的鸭 那小偷生气 还是不生气呢 对了 小偷也很生气啊 因为他要偷车的时候 发现这辆车上有三把锁 还有一张纸 是写给他的 所以小偷是怎么对付老人的呢 小偷说 让你严 骑 那这个意思是说 老人可以骑车子吗 还是老人不可以骑 对了 是说老人 你不可以骑 你不是买了新自行车 你不是想骑吗 我就不让你骑 我偏偏不让你骑 因为我放了两把锁 你打不开锁 你不能开锁 好 那请记住了这个鸭啊 和上一期节目 我们讲过的一句 不太好的话叫 他妈的 都是脏话 都是不好的话 所以啊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请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 或者在你的这个 这个亲人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面前 说这样的话 因为是不太礼貌的 但是呢 这个话交给你了 那你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 这只是我的一点小想法而已 好 今天的笑话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听不是学中文 这里是我们的笑话 听得越多学的越好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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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